好 OK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李箴照目的震撼 好 那他們會看到就是說 他們在用心扮演這個婦女角色的時候 他們體驗到被寶寶的責任 那這責任是什麼 這責任就是 要很認真的一直照顧一直照顧一直照顧 那我們的學習單是在做些什麼呢 我們的學習單就是讓學生 我們就告訴他 你抱到他的時候 你就去想像 你就像在產房裡面第一次看到這個孩子 你會怎麼做 那我們就去引導他 那在產房裡面媽媽看到小孩 第一個一滴眼是看什麼 好 那看臉啊 看五官啊 摸摸手啊 摸摸腳啊 好 那我們就整個會導應孩子 導應我們的學生說 那你抱到這個孩子 你就是要這樣子做 然後呢 你要用背帶背著他 那你背帶背著他以外 你也可以用手抱著他 那請你在校園中行進 請你去做交通工具 請你帶著他 一整天都帶著他 一整天都帶著他 那為什麼我們要讓學生去做交通工具呢 因為學生的心得上就會說 當我在搭車的時候 他哭了 我的皮特哭了 皮特哭了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皮特的哭聲 他很像真實的小孩了 所以整個吃香的人都看他 然後旁邊就看 那怎麼是一個假的 然後大家就會 可是又覺得怎麼這麼真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會看到他 他就是很手足無措在處理寶寶 那有的人就會伸出援手 有的人會讓位 有的人會協助 那甚至於有些旁邊的婆婆媽媽 就非常有趣了 他們就聽一聽說 嗯 這假的喔 那些人假的喔 那你別再去找一個假的 我們學校在體驗 不錯喔 你好喔 我在體驗喔 就會聊起來喔 然後等一下寶寶在哭的時候呢 有的婆婆媽媽很厲害喔 然後有經驗喔 啊 這半豆腰了啦 一起看看半豆腰了啦 因為寶寶不會寫著說 我肚子餓的 對不對 那因為我們剛開始 在兩小時說明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學生說 欸 我告訴你喔 你待會兒讓他哭的時候 聽他哭的時候 你認真聽 你認真聽 每一個哭聲是不一樣 學生會問我說真的嗎 我說真的喔 他生氣的時候 他想要你賠的時候 他肚子餓的時候 有所需求的時候 哭聲是不一樣 欸 真的耶 然後學生就會跟我分享說 老師 那個有經驗的 真的很厲害 我坐公車喔 我坐到一半 那旁邊要媽媽跟我說 欸 那豆腰了 你會放在那裡 奶奶拿出來 呵呵呵 啊 這個 這個喔 好 你的 辛苦啦 你剛才起床 因為他聽到小孩子 輕聲尖叫的 我們就沒辦法 他們就會這樣子分辨喔 所以這真的很有趣喔 所以這是 講到就是說 欸 旁邊的人都會跟著入戲 他的家人會跟著入戲 甚至於連路上的人也會